在这里如果你确认你的Samba的客户端可以进入该分享 基本上你的Windows就应该进得去 而且找得到 看得到才对 看不到就用IP位置的方式去寻找在Windows里面 用IP位置的方式去寻找Samba伺服器 你不能埋怨Windows找不到或找不好 那是微软的问题 不是Samba的问题 我希望你了解 因为就以协定来说 Samba是非常标准的在支援NetBIOS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 如果Windows视窗的用户有连线上的困难 做网管的人要帮他解决 但你可以在他的桌面上留一个洁净之类的东西 让他容易去读取这里面的内容 视窗系统会故意有找不到Samba分享的意思 但是只要你要说这连线没问题 你用SMB Client来测 如果可以的话 就没有问题 这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意思 可是如果人家说连线有问题 那你就要回他 这是视窗系统的问题 你可以很有信心的这么说 SMB Client是标准的 SMB Client可以进入你脑的分享 就是看你会不会写而已 但是问题是 如果视窗的人 视窗的用户 在用Linus当作伺服器的时候 有一点怀疑 或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根本做网管的人 可以不要跟客户讲 不要跟你的同事说 这是一台Linus Server的时候 你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现在社会环境 对使用Linus的人 或是状况 仍然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疑虑 甚至有仇敌 仇敌的心态 就是有点不喜欢人家用Linus 但是在课程的最后 我会跟你说 Samba的时代真的要来了 那这些事情 你都必须要学会 因为Samba 最近在这一阵子 有很重要的进展 你用Ctrl D可以退出 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想要把档案上传怎么办 我想要了解一下 上传的步骤 我可以打开档案管理员 这个URL的写法 它只能够用在Linus上 Windows并不支援这个写法 Windows并不能写S&B帽 你要写反写号 反写号File1 反写号Share 这样的写法 你看进来 我可不可以把东西往上丢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不行 为什么 别忘了权限的问题 回到伺服器上 你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分享目录的权限是755 它的用户是rootroot 换句话说 如果Guest身份透过上把进来变成了Guest 它是没有办法写到这种目录上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享多一点目录 你可以做一个 进到Share目录里 在Share目录里做一个Upload的目录 让人家上传 你把这个目录的权限改成1777 Upload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测试上传 你可以回到这里 重刷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Upload的目录 进来以后东西就可以往里面丢 东西会往里面丢 你可以测试 上传是OK的 上传跟上榜的readonly有关 但是readonly已经设为no了 那就表示可以写 可以写表示 它应该上传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上传不进去 你就要检查目录的权限是否 可以支援你上传 所以在这边要多做这件事 OK 我们了解了一个基本的使用类型之后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我们所做的使用者验证是怎么达成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一下虚拟机这台伺服器上的用户 这边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台电脑有非常多的使用者 这些使用者都在这里 而这些使用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他们都是一般用户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特定的群组 比如说有一个群组会用比较多的人 好 比如说这个Happy群组 Happy群组俗称福利委员会 福利委员会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Jerry 一个叫做Kelly 我们来看这两个使用者 一个就是Jerry Jerry 他的主群组是Jerry Jerry Young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内容 这个使用者的Shell是正常的BIM BASH 我们没有去锁定它 或做任何的动作 去导致它不行 好 那基本上Jerry这个使用者进到Happy群组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Jerry跟 Jerry跟Kelly 我会怕有一个使用者 是不是被我们设了 不是 OK 这把他的Shell是可以的 Jerry跟Kelly 那我这边有很多人 我想要多做几个人 让他是不是可以登入系统 所以你在建立使用者之前 上把的用户之前 请你先确认一下 你要建立使用者 是不是都有Unix的账号 那如果我现在开放的这个对象 是一个叫做Happy的群组 我要做一个目录 看 这个目录在SRB目录底下 建立一个叫做Happy的目录 而Happy这个目录 它的执行的状况 它权限的状况是 UID是root 但是GID是Happy 我要把它的群组 ChangeGroup 改为Happy 然后名称是Happy 这样子一来 Happy群组 是这个目录的群组所有权人 接着我要加上一个群组 可以写入的权限 Change mode 770 Happy Happy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权限长这样 它的UID是root 它的GID是Happy 那么 不管是Jerry 或是Kelly 他进来以后 他写入的身份 会以他们的主群组身份为主 你看 Kelly进来 他的群组叫做Sales 好 然后 Jerry进来 他的群组叫做Jerry 这两个是一个不对等的状况 如果我希望写入这个目录的 所有的档案 或是目录 他都能够自动的将 他的群组身份 通通改为正确的Happy 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对他做一个 G加S的SGID的动作 这个权限 这个权限可以确保 等一下写入这个目录的 所有的档案或目录 他的群组身份 都是Happy Happy群组 好 我既然认了几个使用者 我回到 这个目录上 我需要建立上把的 使用者资料库 使用者资料库是一种文组组的讲法 好 事实上 他的意思就是 使用者验证时 所需要用的密码资料库 那 你一定要切记 建立上把用户之前 这个上把的用户的人 必须一定要是 Unix内有效的用户 这个指令叫做 SMB Password 如果你拿课本 可以查一下课本 SMB Password 后面加A 增加个使用者 Jerry 帮他设一个密码 我这边快速的帮他设个 123456 再写一次 好 Jerry坐上来了 我再加个使用者 叫做Kelly 123456 123456 然后Kelly坐上来以后 可以在这里 我另外找几个使用者 比如说Sarah 跟Henry Sarah跟Henry 跟Happy群组 完全没有关系 Sarah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好 Henry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如果你见着使用者 你觉得够了 或是你达到你的需求 你可以用PDBEDIT-L 这个指令 去看一下每个使用者的状况 哎呀 你看他说 哦 没有加入Henry 我是没有Henry这个人 这叫做Harry 不是Henry 看一下 Harry 123456 再看 你可以看到Harry 就加进来了 使用者的资讯 你可以在这后面加V Verbals 详细的看到 每个使用者的家目录 跟他的Profile WinxDomain 他的Domain的名称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使用者的一些验证 或一些设定值 好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 使用者资料库 它跟以前不一样 使用者资料库 并没有存在这个目录中 所以你不是 轻易可以看到它的 这边都不是使用者资料库 好 我把使用者做好了 我要设定一个分享 这个分享的目的 是要让Happy群组进来的 所以我打开设定档 好 在设定档的最后 加一个分享 分享的名称用中夸胡 叫做Happy 好 Comment 说明 好 A share for happy group 然后他的路径 是 SRV目录 里面的Happy群组 Happy目录 然后他的参数有什么呢 你想想看 好 Guest OK 说得很明 No 不OK Guest Only No 不Only 那什么意思 Guest不能进来 只有经过验证的用户 才可以进来 Re Only No 可写入 只有经过验证的人 才可以写入 Valid Users 可用的用户 有谁 这样写 Happy 群组 这就是群组 如果你希望还有其他人 你可以再往后写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权限 是目录的权限 我如果要拒绝谁 Invalid Users 我打算拒绝 那 刚刚的 那 Sarah 我可以这样写 所以 这样的写 我们很清楚的建立了一个分享 这个分享是 只给Happy群组的用户进来 其他不相干的Sarah的用户 是被拒绝的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过程 好 我们把伺服器重开 我们刚刚改的是SMB的部分 所以我也只需要重开SMB Restart 好 来咯 这个时候客户端要测试的时候 File 1 是 它的 主机名称 后面 是它的分享名称 登入预计使用使用者 是 Jerry 密码 上把的密码是 123456 过不过 哦 这中间有什么问题 过了 AOS 看到内容 哎呀 又错了 为什么 还是一样 Change count 看看 有没有 Happy 必须改成这个类别 所以我们再用刚刚的Change count 再来一次 它叫做Change count 设到 Happy上 回来 LOS 成功了 好 我们稍后再说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